好,到最後一套了,最後一套就是 軟行證明 每一集都不能飛OP,因為太熱了 我是很少看,我很少看要講動畫的情況之下不飛OP的 軟行證明?你能飛嗎?你能飛嗎? 我們要講的那一套就是 健全機鬥士 不健全機鬥士,這樣叫 不是的 不健全犯通過了 不是,應該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我覺得,我看到中段的時候,我發覺我是用頭半段,我是用錯了思維去看這套東西的 你用什麼思維去看? 我不應該用很傳統的主角代表正義那一方去看的 我應該是要當企我帝國,那邊才是正義 他們都是的,他們是否很純情很純真的 前美嘉年華 不是,很純情很純真的部族來的 不是,沒錯 如果你這樣看,你會發覺整套東西是有些東西想說的 不過你說,他講的那些純粹叫做 我不是叫做一些意義或一道理 純粹是一種控訴 發勞騷來的 最後那一集,其實說到明就被困惑了 其實動畫都是這樣的 其實動畫都說明了 其實每次機鬥時的一群人出來的時候 那些純粹是走 他們又來搞破壞了 所謂的正義過這個,其實是整幻城市的緣空 不是這樣說吧,故事裡面其實 我來地球其實是因為HIGH LW 他們雖然需要這個能量,但他們沒有 但人類有,所以他們想和平的外交開 就是拿HIGH LW 但是和平外交失敗了 這就是戰鬥的過程 對,而這些HIGH LW 其實就是一些號色的元素 你可以說是一些 因為號色能夠產生出來的能量 你可以說是 叫Postokia 不知道 類似的 High School TD 第三季又來了 那是接著這一套拿的 我已經說明了 那那套好看很多 這套其實叫做什麼呢 它是拿了很多叫做什麼 機械人典型的一些的橋段 我只是戰鬥的橋段 或者是必要的橋段 但是那些機械人很醜 不是,說橋段而已,不是機械 不是機械 這個我等一下再說 在這個橋段裏面 你好像無論成長 訓練 心必殺技 然後跟著就是犧牲自我 然後跟著強勢回歸 然後跟著新駕駛 然後跟著其餘 你看到這一大堆的東西 敵人會變成朋友 然後看到這一大堆一大堆一抽的東西 是全部都是你在機械人片裏面 必定會看到的東西 不是,你看到七八年的機械人片 主角方界人在地底 每次都是衝出來的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而這個故事 故事的展開 其實你說 我純粹不是很像他的色情畫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真的 不是,是噁心 超噁心 沒有,沒有可能 就是我要搓就要搓 我要搓就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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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我是排除了這一 當然是他最關鍵的元素 是否異形 是 那部機型型很多 不是,你講這個問題 其實你說 基本上 你雖然說 其實他幾部機體都不理 其實最型的那部機 是最後 我搓那部的東西 是好一點 二段變身之後 藍極 不知道多少號 我忘記了 那部東西是型之外 其餘的 但問題主要是甚麼 藍極四號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有個他做得很出色的地方 他拿鏡頭拿得很準 所以會令到你覺得 這套東西很多時候 你不是拍他全身的時候 或者是拍他一些 shortcut 或者是他出招的鏡頭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他噁心 他舊式機械人的影片而已 你放大了一定是全頭的 這個是拿運鏡 而是很多 其實你很多現在的機械人 其實拿運鏡是很差的 根本是拿不到那個機械人 應該要 因為其實 我很簡單舉個例子 例如說 Coke Gears裡面的所有的 KMF的機體 其實如果拍他一個正身的 應該說拍他全身的比例 是很噁心 他是上肥下瘦 但Coke Gears 他做到一個 他永遠不會拍他全身 或者只是拿一個 由下而上 或者由上而下的鏡頭去 他不會用正面的鏡頭扯過去 這個就造成了動畫體很有型 觸碰他就發覺很噁心的情況 是的 沒有了 但不要緊 這個是商業欺詐遊戲 這個你明白 但 而 現場機械人 其實也有一樣 他很少拍他那隻 不是手的那隻手 他很少拍他那隻 不是手的 那隻 他就像一個主題性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是OK的 其實這件事是OK的 是不知為何他 他一定是有意的 他很惡意 他要做到活躍的人 很噁心 因為其實他是想告訴你 我方主角那邊才是敵人 不只 我另一個很煩的地方 就有個男主角很醜 那男主角很醜 那男主角是很典型 甲儀 鐵雅 那類型的角色 老實說 甲儀 那類型 甲儀 那類型 那個主角那個樣子 你如果放在高中制服 你如果放在敵翼來講 你會覺得這個角色 一定是惡人 你不會懷疑這一點 甚至是 所以其實他拿了很多 這件衣術 你不會去懷疑 其實你是不會 所以其實你如果這樣看 其實他根本才是一個敵翼 其實他是 他不是 健全 應該大健態 這一方 不是這個 一個正義一方 因為大面大 主張就是用這個 用這個 用這個 色情 L L L 去拯救世界 拯救世界 和破壞城市 是兩件事 破壞城市 破壞城市 是一個 互熟的結果 但真正來說 他真的拯救世界 打贏了企惡帝國 不是我覺得他們應該很喜歡 企惡帝國 企惡帝國 那邊是可愛很多的 企惡帝國 好可愛 單純的 他們是有 什麼呢 他們是有 我們 展現看的 一些敵翼的 敵翼 的 今次的戰鬥 我又有一個什麼計劃 而你看到就是 那些好像 鹹運超人的那種 那些 其實是對上司 是完全不尊重的 其實是 其實大變態 這部機器人 其實是我們以前做的 不過被人偷了 不過我怕說出來 你會生氣 所以我不告訴你 你這件事的理由 那些都說出來的 其實 其實他這件事 都是取材於 就是一些舊的機器人 主角的機器人 其實是敵人做出來的 其實是 只不過拿來正義一方去用 這些東西 都是的 所以你看到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是比你都是類似 你和 Gundam Bill Vicar那些一樣 你是要找出 它的意義 而你覺得它好看 而不是你 就這樣看 而覺得它好看 但當然 其實因為它 配合了色情的元素 在裡面 其實是幾難入口的 我覺得是真的 他最後那集 他報的 其實為什麼呢 應該是他整套東西的宗旨 你看到那幫所謂 地球軍那幫 其實是 打就打擊 色情事業為名 實際是他想打完美容王子 就是可以拿這個功勞 去和其他那邊講和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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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完全講不到 這套東西 實在的地方 就是 它有那個所謂的 法勞騷的主題 但是那個法勞騷的主題 純粹是法勞騷 而是沒有任何理由的 所以我不會說 這套是有一個 什麼含意裡面 你要怎樣去解讀 你唯一可以解讀的 就是一些 舊式機械人片 或者是一些 機械人片傳統會有的 一些劇情 你會拿到 那些意義出來 但是它不是在 它的主題上 一個所謂健全 這個主題上 這個叫不健全 這個只不過是 告訴你 他發過勞騷 我沒有意義 我最後會說一句 就是說 色情罵稅 不是 你搞女兒也可以 我搞女兒不行 你拿球也可以 我拿球也不行 其實它那個道理 是這樣的 很粗俗 很老皮 很粗俗老皮的說一句 就是說 總之說 你搞女兒 你這個 你奸任努力就可以 就是你是正義 但我搞奸任努力 就是我識情 這樣 即是說現在 葛東京都之少的東西 其實它純粹是 發這個勞騷 所以這套東西 就是說 你要有機械人的 很多的知識 看過很多套機械人的片 而你對色情是完全 你覺得你不怕這些 那些東西 你不會覺得你真的看不下去 因為這套東西 真的佔了很大的主導 而你才會覺得這套東西 你可以看下去 不是的 其實你覺得這套東西 除了主題曲 其實是沒什麼好做的 其實是認真的 這件事 而且你唯一就是 看機械人 不是 看企我 企我 企我帝國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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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義的 企我帝國是 挺可愛的 真的 就是這樣 最後 這一節完結後 就會 我們會幫忙 Love Life的 Only Event 訪問 當然 我有些事情想說 不過留在 下一集 Love Life的時候 我才說在一起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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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